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龐啟庫 首先很多上星期打泥的家庭观众 以及在网上讨论他留言的网友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 如何防范这个传销的陷阱 介绍一下邀请到的嘉宾 在我身边的就有 司法警察局经济罪案调查处 副督察 陈楚文先生 陈sir 你好 大家好 在陈sir 身边的亦都有 事事评论员 余荣 余荣先生 余生 你好 喜欢 你好 大家好 欢迎两位 我们都欢迎家庭观众打来一起讨论 电话是2878-9192 2878-9192 网民的朋友亦都可以参与网上讨论 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 先看看今天澳门的重点新闻 火局今天起 安排获因选的家团参观 清州方大厦示范单位 清州方大厦位于清州大马路 示范单位则设于清州社屋清存楼 下周一开始选购 有不少赌场参观的轮后京屋家团指出 三房厅示范单位的回应 设计不合理 间间门口太多 难以放家具 但是本屋的私楼价格又太高 希望购买清州方大厦 京屋单位 部分参观者也认为 单位的面积教育其小 但是质量就可以接受 民主和北京故宫博物卷 签取战略合作二项书 加强两地例如展览 和文物修复等事项的合作交流 民主管委会代主席王有力表示 本澳过往和北京故宫博物卷 有18节合作展览 录得超过50万人次参观 今次签取的二项书 将会加强两地合作的交流 国家大剧院和澳门原乐协会 将会在9月12日 在本澳举行国家大剧院 管弦乐团2013亚洲巡演 尼澳介绍的国家大剧院 发言人张琳表示 音乐会可以促进京澳两地 文化交流 艺术合作和深度探索的机会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你现在收礼的是 莲花卫视现场直播的 活动节目澳门开港 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 谈论如何预防传销陷阱 欢迎大家打来一起讨论 电话是2878-9192 2878-9192 网民的朋友亦都可以参与网上讨论 近日施警征破了一宗 跨境的层压式传销罪案 亦都逮捕了一些人士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施警局的代表 上来讲讲相关的问题 或者我们先看一看 有关这个传销的 一个施警局方面的介绍片 大家可以对这个概念更加清晰的了解 这个是很有前瞻性的行为 不需要很多成本 又不怕集货 最重要的就是 入会费很合理 还要更多 保证你们轻轻松松 就可以入过患 或者我详细的解释给你们听 你有没有听过QU这个产品 QU是日本最新的健康产品 它除了健康食品之外 还有高科级的糯米恒乌产品 多一千元的回佣 如此类推 找到越多人入会 你就赚得越多钱 你的王国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你就可以硬硬地收钱 如果生息朋友多的话 不单只可以一个月之内回本 还可以有万几元收入 这个就是QU是我们公司最高级的金钻级会员 这个就是King 19岁而已 很聪明的 入会几个月而已 就已经成为白金级会员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一会儿可以问问他们 听起来不错 当然了 而且我们公司还提供 培训和奖金博利 我想问一下怎么入会的 很简单 你买六千元的健康产品 就可以入会的 什么 六千元那么多 什么 六千元 不用考虑 就来又派钱了 就用那笔钱来入会 很快就去回本了 你们这么多就要想 根本就没有吃虧的 第一 你们自己可以赚到钱 第二 我们健康产品那么有益 介绍得新的朋友买 帮到人又帮到自己 况且 那些健康产品 你们自己都可以用 看完片 跟我们的嘉宾谈谈谈 陈sir 其实刚才 片段的情景 我相信不少的市民 可能都有一定的熟悉 或者了解 听过这些类似的案件 或者陈sir 可否跟我们介绍 其实 什么为之 一个层压式的传销呢 警方其实近年来 在这方面的打击的工作做了什么呢 陈sir 传销 其实澳门在2008年5月6日通过立法会 6月19日正式生效 根据陈sir 禁止法律的 定义 陈sir 传销是指 透过连锁网络 或者类似的网络 进行 或者促进 财货 或者服务 交易的活动 而参加者可不可以获得利益呢 主要取决于 参加者所招揽加入这个活动 的 新参加者的人数 而不是取决于 他们实际销售的 财货的数量 又或者他们 在一个 没有公平的 退货的机制下 又或者是没有 以明显高出 在市场的正常价格的情况下 去购买指定数量的 产品 都定义为一个层压式的传销 简单来说 就是 人头会 以及 拉人头 抽用这个形式 就是层压式传销 近年以澳门为例 罪案发生的数字 有没有一个明显的趋势 其实 在法律 通过之后 在它生效之前 其实 原本会与本地的层压式传销 已经是 结业 改了其他地方 在本澳 基本上 其实很少 近年 发生的 都是一些 来自外地的 层压式传销集团 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 我认为传销 很多朋友可能有个疑问 就是 一般坊间都听到一个叫直销 其实直销 应该 以法律上 应该是合法的 应该如何去区分 其实直销 和我们所说的 层压式传销 一个最明显的分别 在哪 其实 传销在澳门是合法的 现在我们禁止的 就是层压式传销 我们区分它最主要的标准就是 是否 刚才我说的 是否 拉人头 抽用这种方式 如果你说 一般的直销 或者是传销 其实 它们 最主要是 它的利益是来自于 财货 或者服务的销售 如果是层压式 其实 可能都会有财货 或者服务的销售 但是 总结来说 它们只不过是作为一个 形式 它们 注重的就是 拉多些人入会 然后赚多一些 在他们身上 赚多一些佣金 利益 这个就是直销和 层压式传销最大的分别 阿余先生 其实怎样看澳门的 层压式传销 层压式传销 在澳门 发生过很多骗案 本来有一个模式 作为销售 是很好的 但问题是 漏洞太多的时候 如果不立法去倒截 是不行的 因为始终中间 会有很多东西被人利用 例如刚才 陈生说的直销和传销 是合法的 这是很清晰的 但有些地方 它为了免疫苗的漏洞 连传销也是不合法的 例如内地 就比较管理得 比较严 过往澳门出现了些什么呢 它藉着一些不是好的商品 但好像刚才看的片段 它卖到6000元 可能成本 200元也不用 大家知道 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将6000元 撕来撕去 然后又说 他介绍多少人 人头的时候 又给多1000元的料理给他 将他撕来撕去 其实是哄大家 都是做老陣 这种欺骗大家的行为 司法警察局 管理的范畴 我相信他们还会做多些的宣传 让市民知道怎样去防变 问题现在我们 要让大家清晰知道 是层压式的传销 就是不对 为什么不对的时候 慢慢的解释 起码保护了自己 我觉得这是第一步 至于直销传销 普通的直销传销 跟层压式有什么分别 一般市民未必分别 但是我觉得 为了保护自己 不要轻易碰这些东西 因为暂时来看 因为很多 存在有问题的 欺骗人的直销传销 你情愿自己 迟些去接受 好过你早接受的时候 被人骗了 除了这些你还听见有什么 刚才说的糯米 其实是纳米 连一个乙瓦也说纳米 红外线 这些是骗人的 或者有些 按摩的乙 数以万元计 有些人说有效 有些人说没有效 但是需不需要那么贵 凡是贵不合理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都 静下来想想 应不应该消费 何况 存在欺骗的行为 这个要先保护自己 或者沈sir可否也介绍一下 近几年 澳门各方面破获到的 有关层压式传销的 一些案例 大概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其实在这个法律正式生效之前 其实很多 原本是本地的 存销 即是层压式传销公司 就已经 结业去了外地 我们最多的时候就是 98年法律 刚刚 生效了没多久 因为很多人来报案 其实 说是层压式传销 真的是层压式传销 但问题就是 他们很多时候 是在 那个法律生效之前 如果法律生效之后 其实基本上 新政有发生的案件 其实是 比较少 在 如果 之前那两年 法律正确生效的时候 其实都是 两到三宗 如果以这两年 一、二年到现在为例 每年都是一宗 都是发生在暑假前 主要都是一些 非本地 即是外来的 那些传销集团 在这个时候过来 讲开 可能刚才阿陈瑞介绍到 有不少都是非本地的外地入来的 牵涉到跨境的问题 包括刚刚 7月初 征破的那一宗 其实都牵涉到 跨境的一个 层压式的 传销集团 其实在一个跨境合作 那方面 对于打击这一方面的 犯罪 有没有 一些具体的机制 或者当中 你们怎样会 比较有效地 识别到这些犯罪去打击 如果我们 发现 那些层压式传销集团 是来自 外地的话 尤其是邻近地区 我们 会透过我们的国际刑警组织 和 向他们要求他们 协助 和提供资料 另外 本地的 跨境的犯罪情况 我们 定期或者不定期 每年都会 去行一些会议 就是商讨犯罪的对策 和交换情报 例如三地 每年三地的 认证主观会议 会议 是否主要是靠这个机制 去 做一些事前的 一个信息交来 都可以有 有 我们有这样做 余先生觉得 其实对一些跨境外来的 不同形式的集团 有什么可以 做好更加多的预防 而不是真的发生了罪案 才是事后 因为我相信 可能也有 不少的市民会受害 我觉得最重要是有一个 透明度 因为有时法律有差异 你管自己 比较容易 你管到其他地方 就像陈先生刚才说 澳门都是立法做 没多久 有些地方可能是容许 我们很难通过跨境的合作 去刑制人家那边 但自己那方面 譬如你情报上 可以说 某某牌子 刚才就是 QU 或者ABC 或者某个 作出来的名字 我现在这样作出来 披露出来 让市民去防范 最好 能够多些 去不同的社群 去教教市民 如何防范 例如 澳门有很多不同的方会 或者有些妇女的社团 教练他们如何保护自己 这个才是实际 你说通过国际跨域 去打击 这个我觉得比较难 因为有法律上的差异 讲开 其实刚才 陈Sir也说了一个 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说 可能比较多法 都是在正值暑假的期间 其实是否都会針对 可能很多青少年 放暑假 他们需要求职 找暑期工 这些特性 其实 对于这个针对性 有没有做到什么工作 面向青少年的宣传 有的 其实我们对于 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 我们非常重视 我们在几年前 已经成立了 关注少年组 专门就是走访学校 以及为那些学校和青少年团体 举办一些讲座 以及一些活动 例如 例如 我们就好像 早前刚举行了一个 就是 灭罪小先锋的计划 希望借着 透过 透过 那个口号设计比赛 看法他们的小朋友 防罪灭罪的意识 关于那个讲座方面 其实 尤其是 关于 提防 那个求职陷阱 其实我们每年 在暑假前 都会派完 到 那些学校 去讲一个 关于这方面的讲座 好像 而 那个层压式传销 也是其中一个内容 好像 从2012年到现在 我们 我们的同事 总共 去了12间学校 举办了16场的讲座 总共参与的学生人数 有2304人 其实都是不错的 另外我们其实对于 层压式传销 都非常重视 我们一直以来 都在法律生后 我们 一直都有 宣传 刚才你看的那个宣传点片 另外 关于 求职的那个陷阱 我们也经常 除了扮演讲座之外 我们也 准备了一些 那些 孙元丹章 去提醒市民 在求职的时候 或者是青少年 求职的时候 要 警惕 这些陷阱 最重要是尽量多元 多种方式 包括一些乐区的 港座 一些比赛 孙元丹章等等 其实都多角度 去做这些宣传的工作 或者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先有赵生在线 赵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赵生好 你好 余奥斯你好 我想说回 其实我又觉得 澳门内部有不少 因为我上班附近 其实我都会见到一些 有些哥哥仔 妹妹仔 都是年轻的一班 走过来 你不吃早餐啦 那些 买某个品牌的 代餐 我都有去听过那些内容 但我又不太记得那些东西 他说 可能是 你加入去 你一开始 你买一套套餐 就变成我们的会员 就有几个节 跟着 你买够那么多 买够不知多少钱 就变成我们 什么会员 当你再介绍下一个 例子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 卖的便宜些 之后 几个节之后 剩下一些 可能你 你赚到那些钱 赵生就是会怀疑这些行为 当然我不会分 那些是全招 还是 陈亚式 但我觉得 它是 我带了一个之后 那个就下面一大堆 那些算不算 我想问一下陈Sir 这些算不算是 陈亚式 另外 我就觉得 因为我就不算 很了解 可能我一向一向 觉得这些就是老鼠会 我们可能俗称叫老鼠会 我希望应该要多些打击这方面的 因为我觉得 首先可能是一个人 一个不算很大影响 但当他将这个产品推销出去 到底这个产品是否真的符合这个价钱 你看到这些套装 是否都是很昂贵 即是不合理价钱 我看见 起码 我听他说 两三千元 他是这样的 但一开始就很便宜 第一次给你试的 他说很便宜 你试一下 几百元就可以了 当你试了之后 他就变成 几千元 我听过就是这样 所以我形容他 羊毛出在羊身上 就是定贵点 然后将他撕来做佣金 然后一直压下去 然后他就告诉你 虽然是贵了 但你介绍了 多些人 你买的便宜点 下一个 帮你买的时候 你就可以 卖给他 你就可以赚个差价 我好像听说是这样 我想问赵先生 其实你有没有尝试过 希望向警方 举报 或是查询这方面的事 未试过 你觉得其实 宣传方面 你觉得是否足够 怎样可以做得更加的 主要是我不了解 他是不是真的犯法 因为我未了解 他是不是犯法 或者下次遇到这样的事 就算是怀疑 可以将有关的消息 报给司法警察局 我想他们很感谢你 好的 谢谢你 赵先生还有其他意见 没有了 谢谢你 多谢赵先生的电话 陈sir 赵先生就说到 提出一个疑似的个案 其实对于这些 一般的市民 譬如说他可以怎样去判断 又或者说 其实 警方方面 是否有些比较 简易的程序 令到他们可以去查询 或者说举报 其实根据法律 层压式善烧是公罪 所以我们 如果市民 要举报 其实他无论是实名 或者匿名 我们都欢迎 好像 之前 我们 在今年破获的那宗案 其实 都是接到市民的举报 然后我们展开调查 成功将 层压式善烧集团 就 征破 所以市民 向我们提供资料 是很重要的 对于案件的征破 就像 刚刚先生那样说 如果他真是 怀疑 是层压式 传销的话 其实他可以 向我们举报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你现在收礼着的是 莲花卫视现场直播的 互动节目 澳门开港 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 如何预防 这个传销陷阱 现在电话旁边有 謝小姐在 謝小姐 你好 你好 晓晓你好 你好 我最近 最近 经常收到一个 关于一个牌子 他就说自己是美国牌子 N字头的 他就是主要卖一些 什么 SPA机 瘦面机 瘦脚机 又或者 做完之后15分钟可以 立即瘦到 真的很明显 但是 现在是 很多地方都看到 例如我上Instagram 微信 Facebook 各种社交网络 都可以获得到他的消息 可能身边都有 朋友 就是有 叫做有 推销这个产品 甚至介绍人在家 就可以做到生意 现在有多少收入 是的 但是我觉得 平时有些 推销 那些 我觉得 价钱 颇为合理 但是他这个 我觉得 他买得太贵了 他好像说 不知道 一套东西 7000多元 他就说 什么有部机 又有几枝 用完就要 用完就很快瘦 或者怎样 如果我觉得 它的价钱太贵 首先 荷包 瘦了 我觉得 它的价钱不合理 其实我有没有权 去 报警 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再问 謝小姐 就是那个 有没有了解 具体的 运作方式 会不会 希望你入会 一个会员的优惠 享受了 或者 再进一步是怎么样 希望謝小姐 都发挥这一个的作用 再去向其他人推销 有没有了解过这些的运作 有 其实我见到 例如微信 或者Facebook 那些 那些人就会 推销你 什么明星都买 又或者他一定要去 他的代理那里买 他说 你想月入有个晚上 你可以做一些 美容顾问 那类的 然后你就说 你自己 买了一些机 回来 买了几套 你又卖给你的朋友 或者叫你的朋友一起卖 你就可以 赚到 我记得是有个 漫漫声 真是月入很多 很大只 夹拿 随街跳 但是 但是那样东西的 价钱实在太贵 我觉得好像 不合理 其实报不报得厉害 陈sir 这些个案 是否都疑似个案 其实 很难 就单凭 謝小姐这样说 判定 他是不是曾压息旋销 因为我们还是要看 他实际的销售手法 因为我们的法律 其实 他处罚的是一个销售的手法 如果他是用一个 拉人头 抽拥的方式 他就犯法 所以 在现在这个阶段 借小姐 其实 对于他的销售的方式 其实 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 其实我们很难单方面 就这样 判定 这个是不是一个 层压息旋销 但是如果有疑问 其实 謝小姐可以 跟我们联络 还有 我记得 他是 你刚刚所说的 拉一些朋友 过来 一起 卖他的产品 有见过类似的买广告 明白 我想 邪小姐都可以 稍后 直接跟司经各方面 去查询 或者联络 让司经各方面 都可以有更详细的了解 好吗 谢谢 谢谢邪小姐的意见 另外我们有 港生在线 港生 你好 是 港生 你好 三个电视 三个电视 不好意思 是 庞生 你好 陈sir 你好 杨卿 你好 你好 全世界人生的健康 这样 关于今天这个话题 就有少少 我就这样 莫讲话 现在这些 好像刚才 杨卿你所说的 在家里都做到生意了 或者 我们现在去到 就算 现在我们的手提电话 不管是多少间 你知不知道 我接了什么电话 不是一次半次 打你 你是不是 记住 1234567的记住 我说是什么事 他就说 那我们核对一下你的资料 先 你的身份 是不是 我等着 你没有来电显示 你是哪位 我怎样打给你 我想知道你是谁 他已经收线了 那有时会打来 直接说 因为你的优惠期 到期了 你肯不肯再 什么呢 我们有什么优惠 你多几多分钟 又不知道多几多分钟 又不知道什么 你也可以换一个电话 就加几多钱 搞定 不知什么 我想知道你是谁 第一件事 你不要跟我说 有什么优惠 那他已经有收线了 那究竟这些这样的监管呢 不是警方的问题 是根本我们自己的法律 那些语言 或者国阳 我不管你保皇党 选择什么 直选都 为什么不去监管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法律不去监管这些东西呢 因为有时有时 警方做不到这么多东西 因为你 第一我没有去报案 那他怎么知道 但是我报案 我报谁 没有来电显示 好了 那再说 有时 又打来 我们有一个 最近 现在又多了 最近就是打什么 挣你少少时间 先生 想跟你做一个文件调查 关于选举的什么 我说什么 关于选举的问题 我问你是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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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我 首先我要知道你是哪位 我问你是哪位 就算警方来查我 他都会拿个证件给我看 我是施警 我是治安警察局 我问我是哪位 我完全不知道你是哪位 你不说 反过来 他反而是未显示号码 他自己心有事 没错 没错 杨卿 还有一件事 你是找不到他 而且还有一件事 他已经即时见不到 所以 呼吁所有澳门的居民 市民 不要想着有这些 像刚才杨卿你所说的 没有这么大的 甲纳财街条 如果真正的人 会请你过去公司 他直接可以说 你可以问他 你打来 你这个电话有来电 首先要 第二 我问你 我打电话给你 联络你行不行 如果可以 我联络到你 是许先生也好 你陈李章华和史列林伯彩 欧洲胡马麦没问题 我联络回你 然后我跟你谈这个问题 还有他连说 那个日期 你什么时候到期 他都说错了 他说你十月份 什么到期 原来你是一月的 这些人不这么撞 是的 所以我希望 第一澳门 特区政府 多一些 在那个 或者是警戒 哪方面 宣揚一下 千万不要任意 相信这些所谓的 因为我们实事求是 你的银行是没有钱 你自然提不到款的 你有钱你看到 好像有些现在你看到 很多 现在的产品是按摩仪 几匹东西的 几万元一张 你拿回来根本两会事 两会事来的 两会事来的 多谢 多谢港先生的电话 另外也有容小姐在线 容小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我想说 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 其实在几年前 都已经有接触 都已经知道有这些层压式的 传销 他们会不断在那里估计我 不断在那里说 你入了我们会员 就可以大把零用钱洗 然后又可以享受我们这些产品 不断在那里推销 你接触到的什么产品 有试过是那些健康的药 或者是果汁 那些 我想问一下容小姐 你说向你推销 向你推销 其实是什么渠道 是你身边的朋友 还是在街上遇到 或是在网上 或者是电话 是什么渠道 在街上都试过 前年我试过是朋友 整班朋友 跟你说 我们每个月都 一千多二千元 来用钱 都不用做 入会就已经有了 不断在那里推销你 我觉得 是否警方 做得不够呢 我觉得这样是很影响青少年 这一段期间 怎么说呢 会令到那些小朋友 会常常乱洗钱 以为那些钱 其实运得很容易 容小姐所说 是否宣传方面 可以做多一点 是 我觉得应该是 打击那方面要强一点 好 明白 容小姐有没有其他意见 没有 谢谢容小姐的电话 其实刚才几位都分别说过 一些类似的 关于陈压式的 传销等等的问题 我一问了沈sir 其实近几年 澳门熟博的案件里面 会不会有哪些具体的 一些标的 一些商品 或者他们卖的 什么多类型的服务 其实大家会比较容易 去感受到 这个会不会有机会是传销 以我们之前破获的案件 其实绝大部分 都是关于 一些健康的产品 例如 那些食品 又例如是一些 健康的物品 可能 又或者是怎样 好像一些 可能是空气清新机 总之 其实 很多的 其实传销 或者是陈压式传销的产品 都是与 健康有关 这是事实 就是 健康身体健康 即是高科技的东西 大家比较少听到 价钱比较高 等等 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 因为 其实 现在正式 单纯 只是拉人头 抽涌 这种 其实是比较少的 很多时候 陈压式传销 都会以一些产品 作为一个形式 那么 它可能 它不是那个 因为它 许会费那里 可能它 现在已经变了种了 很多时候 它们会用一种就是 以一些 货品 它的价值 明显是高于市场的价格 我想 健康产品 为什么 那么多呢 就是因为 你很难衡量 外面 可能 你很难判断 它的价值是多少 这个就是 为什么 在传销里面 会有那么多 健康产品 好像我们上一年 处理的一宗案 它就是 4800元 你就会有12支的果汁 健康果汁 其实 果汁 需不需到4800元 这个 其实是一个变相的 入会费 还有 其实 很多时候 陈压式传销 你所介绍 你所介绍的人 是什么人 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身边的人 可能有些人 觉得 我介绍 人入会 赚些零用没问题 但是 如果是纯粹在产品方面的 正式的传销 其实就没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 产品完全是 作用不大 纯粹是入会 而你赚的钱 其实是哪里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 他们的付出 有没有说一个 会员或者受害者方面 性格 即是年龄特征 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一点的 可能是中年 还是年轻 还是普遍 都有 其实我们接触的都是 年轻的居当 年轻的居当 但是他自己又想贪 这个是被人捉了个心理 就是人有少少想贪 想着素 如果我买了的时候 我入了会又便宜点 本来6千元 可能4千元可以的 我再捉多两个入会 我又有钱分 可能我出两千元可以买到 一个就是捉心理 另外刚才说的那些年轻的 他们是由于近年有的现金分享 好像我们刚才看到司法警察局 这个短片也有说 你快要有现金分享 你可以逼多少 刚才那个故事说 6千元可以得到 然后我们8千元 它是捉到你的心理 可以给出来的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跟那个SKK 都差不多 亦都说 某一个 著名的化妆品 都是在这个外国的厂里生产的 现在我们因为特殊的关系 我们扔到他做 你只要出6千元 人家可能要12000 就是欺骗这些的年轻人 有些年轻人 他们是想自己漂亮的 又平时可能 他的臉有些粒粒 又不敢去跟别人说 又是中了他的计 针对年轻人的宣传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 可能主流媒体很重要 但新媒体 或者说 网络平台等等 那方面的作用 是否可以怎样善用一点 余先生觉得 我觉得应该 除了说司法警 做多些宣传 司法警又找他们帮忙 即是 入社群 包括 可以做一些小的话剧 去到那个校园 来教他们 如何防范 因为作为一个话剧 是很生动的 即是反过来 我让你扮演 你演过之后 自己还不记得吗 陈Sir 现在刚才说 针对一些青少年 但其实社区方面 我想都可能 有需要加强宣传 其实 除了落区之外 有没有更加多元的 去到他面前的一些方法 可以 宣传到这个罪案 令到大家减少的发生 我们对于 层压式 传销这种犯罪 其实我们非常重视 在这么久以来 在法律通过之后 我们 持续都很关注 商业发展的情况 亦都 不断地 通过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方式 例如刚才的短片 又或者是 单张 我们也有去学校 举办一些讲座 或者去一些社团 或者在公园 我们也试过 即是 拍一些传单 其实我们 透过很多种的渠道 希望让市民 认识 什么是层压式传销 提高防范意识 但是接下来会不会网络都可以使用 互联网甚至是社交频道 会不会是下一个研究的方向 可以针对一些年轻的群体 其实我们 互联网 本身是一个网页 其实可以 大家如果有兴趣 其实都可以上我们的网页 那里浏览一下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你现在收礼的是莲花卫视现场直播的 会动节目澳门开港 我们今天探多的话题 就是讲一下怎样防范这个传销的陷阱 现在电话旁边的有欧阳生在线 欧阳生你好 你好 几位嘉宾 你好 几位嘉宾 你好 但是讲到层压式直销 已经很多年前一路都有了 但是这几年是比较猖绝 很猖绝的层压式传销 我老婆在店铺那里 看店铺 有一个麦山的女主 跟她说 跟她最初就谈谈谈谈谈谈谈了 她的健康那里 她跟她说要说腸胃不舒服又什么 她就说到她好像神仙工他们的产品 那就烧给她老婆 我老婆没有告诉她 就买了回去呢 买了回去 她的家 千几二千元 连那个包装罐 那些猪都没模糊 那些猪子都没模糊 还有什么 爐回水 又是这样的 矿泉水瓶 又是没模糊 用了一千几两千元 我一看 我知道是那些 麦饼 那些税来的 那你大量吃 你大便肯定一条条 好容易拔出来的 你一旦说它好 我发现这样的钱 我立即扔掉它 我说以后你都不要相信这些直销 如果超级市场 和药房没得卖的产品 你以后不要买 不要一次又一次被人欺骗 你长期被人欺骗 我以后说它 为了这些问题 经常是两个公布吵架的 如果这么好的东西 不需要经过这样的方式去买 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多些 没错 我说市场有好的东西 争着去抢 你市场没有那些东西 只需要给你 你跟它讲 缺捉了你的心理 知道你的腸围不好 它就是捉住你 你看奶粉 不需要全销的 所有出名的奶粉 都是超级市场药房买的 没错 所以我就教他 还不是这个问题 他不是第一次只是这些 他有时走到街上 人家围住了 那些产品 什么炸汁机 什么电器东西 他一旦信交给我 电器店都没有卖的东西 你为什么和他买那些炸汁机 拿回来 砍了 几百元一个 他说很多人买 每个比资产都是美丽的 他们一个集团式的 一个宣传 一个宣传出来 每个资产 比资产百零余百元 全是其他大险产品 我都不明白我们的政府到底做什么 这个应该是打击的 因为他没有牌 因为他没有牌 这样买的东西 他没有牌 就让他宣传 是吧 一帮人来的 这些还比资产更多 这个应该是打击的 因为他没有牌 他卖的东西 应该是打击的 开间店这样骗的市民 对吧 有几条街很流行的 很多这样的店铺 现在电器都拿起来的 是吧 大佬 拿回去会爆炸的 这些炉 这些炸机 死人的 在康徒老闆 这些资品的 十多元件 买百多元 买的市民 这些危险产品 你吃什么都还说什么 我真的有很多东西 谢谢 多谢郑先生的电话 另外还有陈先生在线 陈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你好 余老师你好 陈先生 又没有见面很久 没有听过 郑先生说了 你说了 我们大家都是 六十多岁人 见惯不怪 见惯不怪 奇怪自败 我们都是一句 一句座右铭 便宜莫贪 还有你有怀疑 你情愿不要落答 你急去决定 通常都是错的 是的 还有这样 你自己买东西 你认识一下 第一 他和你非亲非故 没有担心 没有冷 为什么有好处 他要给你 他家里 他没有家人吗 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吗 无端端给你 不给第二个 是不是 这样 你说你全销那些 五花八门的 说来说来都说不了 就希望陈先生他们 多些宣传 尤其是青年和青少年 他们入世未深 他多些宣传给他们 还有陈先生 我就很赞赏你们 你们司法处做事 看你们破的案件 不停地 逐样逐样 破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感觉到你们呢 因为你们的 黄少泽 和陈先生 你们的独裁 和副独裁 你们不是像某一个局 你们是不让你们的下属 选择性执法 我们澳门街的市民 庆幸 有你们 黄局长 和你们的独裁和副独裁 你们不让下属 选择性执法 我们就不会变成罪恶之刀 你看一下那些交通 昨天又是一个婆婆被撞到 就是选择性执法的后遗证 谢谢陈先生的意见 其实刚才都说到 两位继嘉宾都说到便宜莫贪 似乎在坊间 类似的疑似个案都比较猖獗 或者可能当中 未必是陈压式的传消 可能存在一些 欺骗、欺诈等等的情况 其实想问一下陈瑞就是 对陈压式的传消 大家都觉得 知道是犯罪的 但那个法则 其实去到哪 根据第3、2008号法律 陈压式传销 如果你是招揽和 如果你是发起和组织者 根据它所造成的总损失的金额 最高是可以去到2至10年徒刑 其实刑法都比较重 如果你是单纯招揽别人参加这个活动 最高是半年 还有是科一最少120日的佛金 如果过失的话 就是60日的佛金 其实 如果你明知这个是陈压式组织 而你去参与的话 这个其实是犯罪 所以 尤其是青少年 就千万不要以身事化 我们先听到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杜先生在线 杜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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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先生 杜先生你好 杜先生你好 请说 杜先生麻烦你先设置电视 杜先生麻烦你先设置电视 你不要说 你很简单的 有时候 叫下面的买了些东西 然后上面那个收了钱 下面那个又拿了 那些货品又要去 找人去销售 如果那些货品不够的话 不够的话 这个 就会有个损失 再下面 如果他说他很幸远 把下面的 到下面的做傻子 又和他取消了 不停找笨 不停找笨 变了很多时候 我们有时候看到 美国有些 有些所谓的 促销的 变成有钱佬 幸好变成有钱佬 不幸运就 倾家荡产的了 那刚才说到 有位陈先生说 关于那些 司法处做事好事 或者警察做事不行 那我觉得 司法处 我一向都欣赏他们做事 他们做事真的很徹底 很实 就是说 破案率都很高 还有就是说 交代给市民 这个局长 我觉得我赞他真是第一 关于这 刚才那位陈先生说 交通 有一个交通意外 就是执法者 选择已经执法了 好像说 昨天那些交通意外 基本上来说 不要怪了 电单车的駕駛者 或者私家车的駕駛者 杜先生 或者说回今天那个主题 不是 我刚才推翻那位先生说 不是 根本上就是行人和駕駛者都有责任 时间有限 我们回到主题 讲回 陈压式的取消 杜先生 没有其他意见 没有了 没有了 多谢杜先生的意见 另外还有李先生在线 李先生你好 喂 李先生 刚才我听司法处和另外一位前辈 讲过刚才的一个层压式传销的问题 其实我有点疑问就是说 怎样才是层压式 还有我用些什么的解释 即是一个解释来形容 定义 比如假设有一个人去买一样东西 一个健康产品给我 法律上有定义的 刚才陈厉长也解释过 可以再讲一讲 是的 李先生 或者请你继续 其实我就是说 那个界线比较是蒙古 还有 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更加容易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都见过很多这些层压式的一些传销 但是我自己知不知道 它是不是层压式 我怎样才可以举报这个问题 我就是真的不知道 希望搞清楚 是的 谢谢李先生的意见 谢谢 或者陈sir 似乎几位的家庭观众 可能他们都 经历过或者怀疑经历过一些类似的个案 但是似乎 我们很期望这些除了警方打击之外 这个警民的合作 市民发现之后要举报或者查询 其实是否 有更加多的工作可以鼓励到他们 更加善用这些层压式 讲清楚的定义是怎样的 其实如果你说要分层压式和不是层压式 其实最基本就是你要分它 你要了解它那个活动 它究竟收益的来源是怎样来的 如果它是基于你产品的销售 你才可以获得利益的话 这个就是一般的传销 但是如果你说 你 拉多些人入会 总之你介绍多些人 就可以了 但是始终都有一些变化 他们会将一个产品 可能入会费 不需要入会费 但是他要你限定 在参加那个时候 要购买一定数量的产品 或者在没有那个 公平的退货机制下 要你买一定数量的产品 那么这个你就要留意了 这个就极可能是层压式传销 因为正常的传销是不会这样做的 还有那个入会费那里 很多时候 如果正常的 传销 其实它的入会费 多则都是几百元 但是你看现在很多时候 那些所谓的层压式 其实它的入会费是很高的 几千元 几万元 也很夸张 好像我们在7月份 做破获的那件案 它的入会费是 三百六十元美金 其实就算是几千元 另外 究竟它重视的是 销售、博物、服务 或者说是一个 纯粹是一个拉人头 其实你看它 里面的活动的情况 你就会大概知道 好像 我们7月份做的一个案件 他们 我们职场 有17个是有下线的会员 他们全部都是 三百六十元入会的 美金的 但是 有些人参加了一个多两个月 竟然在在场的17个人里面 没有一个 去享受过 他那个 没有人去 光顾他那个 服务 其实全部都是一个能一个 純粹靠下线 对 所以其实最重要 就是看看 它的利益是怎样来 是 透过市售产品 定义或 是一种 总之 总之你入会 你就要付一个 一定数量的会费 又或者你入会的时候 你一定要 在一个 货品 在 明显高于正常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 你购买一定数量的产品 这就是 区分的标准 其实我们的法律 定得比较严谨 他的 定义基本上就是 层压式和不是层压式的分别 或者说法则那里 问一下余生 刚才陈sir也简单介绍过法则 其实你觉得 怎样评价这些法则呢 因为我们有时知道可能 刚才陈sir说到 一些 过失的 但参与了的 其实都有一个 佛金的问题 余生会觉得过重 有时可能不知者不罪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原来自己参与了的 这一个就是 怎样看法则 我觉得法则 其实就不怕说过重 因为越重越好 尤其是刚才陈sir说很清楚 那个法起和组织者 最高的刑罰是 判囚是20年 你法起不会说 无情白事 自己都不知道 我去法起 我觉得绝对不会有 这样的灰色地态 所以这个是要重罰应该的 另外我也想提醒 不只是要防范 层压式的传销 有些预付式的费用 你自己都要很小心辨别 比如说香港 试过很多倒闭 包括有些健身会 或者有些食品 他收了很多人的钱 之后他计算那条数字就走老了 这些都要很小心 你买了一些预付式的东西 给了一笔钱 那笔钱是昂贵的 其实你以为是便宜了 实在是昂贵的时候 是反过来 亏了 所以 都是那句说话 没有那么大脚 夹那 随街跳 不要贪 表面上的便宜 去做一些 自己能力不够 或者有机会被人找笨的东西 说到预矫式的消费 余先生觉得 澳门这方面的规管 也不足够 规管是不足够的 最近政府当局都说 不会规管 我觉得这个 不是那么负责任 你应该说 将来看 如何研究 如何立法 我觉得是应该要批管 怎样批管 陈sir 怎样看 包括一个 可能预矫式的问题 或者刚才可能牵涉到一些 失实的声明 我们香港一直都 鄰近都在说 近期有关 一些商品的说明 失实的 可能都是 构成犯罪 但是澳门这方面 未有 未来这些 都会不会是一个 打击的方向 其实我们持续 都关注 那个商业 澳门的商业 发展的情况 那么 如果当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会反映 相关的部门 看看需不需要立法 暂时来说 我们仍然在留意着 今天我们都 探谱了很深入 关于这个 陈亚式的 传销的问题 我相信其实法律里面 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罚则等等方面 都有存在 希望我们更加多的市民 更加多的敏感度 当他意识到有这样的存在的时候 真是第一时间 我觉得有一件事要做的 我们搜集多些情报 情报部门 有时帮助我们去瓦解一些东西 比如说 鄰近香港 有某些什么的集团 就算未过来 你起码知道这样的模式 因为 层压 传销 香港是很活跃的 香港 台湾 内地也有这样的 虽然内地 连传销都禁 但是地下方面 有很多人 借着 去骗一些无知的人 所以希望 可能 警方方面 更加多的宣传 我们的市民 都更加踊跃地 去查询 举报 相信 警民合作 其实这些 的罪行 才可以更加有效 去破灭 今天的时间就够了 明天同样时间 继续澳门开港 明天讲的会是 全民参股博企的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